歡迎來到武董談大選 我是RJ 大選看武董 2020我們選個好總統 我們今天還是歡迎我們的主角的 吳子亞董事長 RJ好 各位網上的朋友大家好 好各位觀眾今天 我們是第一次九點開播 那如果有 親戚朋友 親家好朋友 沒有跟上的話 請大家 老頂就老腳 不就老爸 趕快幫我們把 這個節目的消息 分享出去 畢竟第一手可以聽得到吳子亞董事長的說法 這個實在是 那個爽度會爆表 不過董事長 今天 還是第二次開庭 可是這個庭開的速度真的是很快 你看短短時間 兩個禮拜你已經開了兩次庭 這個庭現在 根據我律師的推斷 大概在下個禮拜應該就可以寫這個結案報告 就是偵查已經告一段落 偵查告一段落的話 照正常的時間的話 他要做出處分 不管是 起訴或不起訴 處分 時間點應該下個禮拜到 未來兩個禮拜之類 這個案子應該結案了 那我所知道的 今天我從側面了解的 他以 這個檢察官已經傳過 黃文財出庭去作證 黃文財去說什麼 不知道 但是我們整個事情的真相 就會有分兩方面的工房 因為我傳了一堆證人 我傳這些證人 我講更白一點的 很大部分都是韓國瑜的人馬 因為這個就是韓國瑜的 為什麼傳韓國瑜的人馬呢 給他偵查終結 我們就會知道 這個故事 是一個非常複雜的一個公鬥劇 這是一個公鬥劇 我先預告一下 你知道嗎 然後這個公鬥劇的劇本 不小心被我撿到了 我就把它搞成一個爆料案 大概是這樣 然後今天的檢察官 大概已經做了尾聲了 已經偵查了這個 最後結束階段 非常優秀的檢察官 年輕充滿了衝勁 那我就再提 跟他討論了一下 再提出了一些 這個 新的一些證人的需求 或是他前面沒有傳到的 我再提出 我要希望他建議 傳證的一些的理由 那其中一個就是 楊秋昕縣長 我希望楊秋昕縣長 能夠到達現場 楊秋昕縣長呢 他跟我同步接收到 這個相同的資訊 也就是這些提供 提供的消息來源 在告訴我的同時 也提供給楊秋昕縣長 因為我們可以 多一個佐證的力量 這是我今天 大致上 跟檢察官所說明的事情 那個新聞還有說 您也要求要請光琴姐出庭作證 有嗎 要什麼樣子處理 就是 有新聞也說 您要求那個黃光琴小姐 就是光琴姐也要出庭作證 我有再提到 我有提出申請 請黃光琴小姐 跟楊秋昕縣長出庭 再來幫我作證 那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各有各種不同的需求 那部分來講 當然還有提到別的 還有其他的 那其他部分來講的話 今天檢察官有說 他評估看看 我要評估看看 評估看這個時間點 因為時間有點敏感 你知道嗎 這個時間點搞到國民黨初選 喔 不是我們故意的嗎 幹嘛國民黨初選 那這個事情不管怎麼講 對韓國瑜是個爛事情 那這個事情丟出來的時候 就是韓國瑜的爛事情 韓國瑜的這個 他的婚外情被爆料 不是這樣子 再度爆料 傷口撒鹽 這個時間很尷尬了 你知道嗎 但是整個來講的話 今天檢察官也處理得很好 檢察官非常專業 然後檢察官在審視了以後 就是後來我們審查 然後等於說大家有點聊天 檢察官給我私人 不是奧弗瑞克 講一句話說 哇 你這個是明知山有虎 偏向虎三行 哇 我說檢察官今天講到我的心聲 講到我的心聲 我就是自己的心態 你知道嗎 檢察官今天我覺得 這個檢察官非常優秀 所以我認為 這個整個故事 我們用這個 現在這個階段 高潮迭起叫做明知山有虎 偏向虎三行 你看老吾多代總多勇敢 旺中喔 不要跟我講什麼 我跟郭台銘有關那 是 九點不能講那個字 不能講那個字 最後那個字省略 蔡炎明 這個XXX 對不對 因為這整個事情 就是大家現在台灣很悲哀 你知道嗎 每天要談的事情 一定要談韓國語才有收視率 什麼事情都跟韓國語這個噩夢不息的 一直跟你搞到喔 每天喔 在一起也韓國語 晚上韓國語 你知道嗎 小孩子韓國語 大人也韓國語 這個社會喔 已經被韓國語一個人繳瘋狂了 繳瘋狂的理由是韓國語 他是一個台灣的大笑話 他是一個台灣的大草包 各式各樣的缺點 各式各樣的令人 哭笑不得的事情在發生 然後困擾 像那個噩夢一樣 你知道嗎 我整個地心 你知道嗎 整個地心 很辛苦 每天晚上 起來就有韓國語 出場也韓國語 對不對 這個簡直喔 都是他爛事情 沒有一件好事啦 沒有說我韓國語做個好事情 對不對 前幾個月還在賣水果 還不錯 現在每天爛事 每天都難事啦 是 燈個熱 他也不曉得趣事 我下午去搞 他婚外勤 女朋友 女朋友現在 想說情況不是很好 哎呀搞得我們實在是 每天在 就是 韓國語讓我們 的生活的品質喔 全台灣生活品質 快速下降 我今天最大的心得 是這個心得 這非常的痛苦 這件事情 跟多年前的許淳美像不像 不是 那 但是這個事情的結果 可是他要選總統啊 對 麻煩在這裡 你知道嗎 然後這個 所以我再回到本案的說明來講的話 我們預估啦 預估在下禮拜 他能夠完成這個起訴書 或是整個案子 能夠有個處理 處理的話 大概一週到兩週內 我們就把全案 全部扶上檯面 所有工房兩方的證實 全部的所有的 庭訊筆錄通通公開 包括我們提供的物證 人證 全部都出來了 這個出來的時候呢 當時講我烏龍的人 會通通覺得自己很沒面子 台灣的新聞人 有這麼勇敢的新聞人 敢去揭發總統候選人的婚外情 然後在這種有依據的基礎情況之下 展開了一個犯罪推理倫理句 這多勇敢 所以今天檢察官聽完了之後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三行 哇 這我就跟這裡的 就是打擊魔鬼 跟這些犯罪人士搏鬥 是整個故事 而且這個犯罪啊 我跟你講 各位啊 我今天跟你講 我要發現 還在持續進行中 犯罪 你說他的犯罪是說 他還在跟 婚外情的這個來往 當然不是 婚外情只是一個 婚外情是 韓國瑜的心中的痛 是韓國瑜心裡面 會被人家威脅的一件事情 韓國瑜的特性 韓國有很多過去 見不得人的過去 他要力爭上游的過程 那個過去要處理好 他沒有處理好 所以掌握過去的人 就控制他的未來 喔 大家知道喔 這個很可怕的現象喔 是 他現在是幾次的造勢 我請問你 是 花蓮造勢誰出的錢 婦婚旗 凱盜造勢誰出的錢 妙天師傅 有確定嗎 應該是 不確定嘛 不知道嘛 是 婦婚旗會幫人家出錢的人嗎 不會的 婚姻是指進不出的嘛 喔 他哪有那麼大方 是 後面還有錢嘛 所以這個就是 因為韓國瑜容易被操控嘛 對 整個問題是韓國瑜容易被操控 他有缺點 他缺點 變成了很多人幫助他的理由 你知道嗎 是 掌握缺點的人 就 虎視眈眈 是 就大家爭取掌握韓國瑜的缺點 是 然後能夠在這裡面找到切入點 是 掌握缺點 可以掌握他的未來 變成這個故事的真相是如此 我們現在這一趴暫時告一段落 偵查不公開 好吧 反正 虛擬實境喔 是 在遊戲裡面 或是在電影裡面 可是喔 我們現在看到一個活生生 血淋淋真的走出我們的 走到我們的生活中的一個滿大人 已經在我們的台灣社會出現了 更恐怖的是 他還有可能變成台灣的總統 好 等一下我們馬上回來